歡迎收聽《新視覺聽新聞》,我是Lily。 2023年12月25日聖誕佳節,神韻藝術團《從美國飛抵意大利》 揭開2024年歐洲、意大利循迴演出的序幕 當神韻飛抵意大利米蘭市,受到當地粉絲的熱烈迎接。 有些粉絲由於路途遙遠,凌晨2點半起床,深夜開車到米蘭國際機場。 神韻節目主持人鮮露說,自己第一次來到意大利,心情很激動。 我們從飛機降落的時候,就覺得意大利特別美,我們就想對觀眾說,希望觀眾享受我們的演出。 鮮露認為,神韻傳遞的信息就是,順先、純真、順美是一個很珍貴的事情。 因為現在的社會節奏這麼快,希望人們能靜下心理,然後享受純真、順善和順美。 鮮露強調,神韻的使命是,傳遞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。 現在的中共將傳統文化都搞亂了,我們想要恢復真正的文化。 從內心、從道德上,將傳統的道德觀都傳達出去。 神韻議會演奏家凱希首次到意大利演出。 他的議會演奏的藝純屬征戰。雖然年紀輕,卻以擔當議會的獨奏字幕。 凱希認為,是心中的使命感,驅動著神韻藝術家,在藝術上不斷突破提升。 凱希說,神韻藝術家心中有一個願望,就是展現這種最純正、最美好的一切給觀眾。 因為我們心中都有這個使命,想要恢復中國五千年的文化。 所以當我們努力的時候,只要我們堅守這個願望,那麼我們什麼困難都可以衝破。 神韻循演出的日程十分緊湊,對藝術家平衡生活和工作的能力要求非常高。 凱希表示,因為自己修煉法輪大花,按照法理去修心的時候,往往能達到時半功倍的效果。 就是盡量劑時間,有時候靜下心來,打割了。 或者就是稍微靜一下,揭一揭。其實,對下面繁忙的工作也是時半功倍。 凱希分享道,有時候內心急措時,練琴的效果反而不好。 但是當我能靜下心來,就是打坐,或者就是好好收一下心。 或者就是退一步,不要那麼轉在裏邊,回去再練,會發現一切都順,都痛了。 往年意大利的神韻演出中,二會演奏十分打動人心。 很多觀眾在聆聽時不甘感動落淚。對此凱希認為, 因為二會音色很獨特,特別接近於人的聲音,所以它能很生動地刻劃出人的情感。 而且,其實二會聲音背後,穩陷著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滄桑和被款離合。 所以觀眾即使不懂中國音樂,只要他們聽到這種聲音, 就能喚起他們心中的記憶,就會聽得有些如恥如罪。 凱希說:「我知道意大利傳統文化中的藝術,尤其是音樂,有特別深的歷史意義。 所以我特別期待這次來意大利,和意大利的觀眾分享我們中國的音樂。 看神韻演出,不僅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,更多是得到精神上的聲話。」 意大利醫生卡特林娜·安傑拉科普魯女士說:「今天對我們來說非常榮幸。因為我們在這裡迎來了神韻技術團,我們真的很高興。 因為意大利也有數千年的文化,神韻從這裡開始,2023年的歐洲之行,我們感到莫大的榮幸。」 安傑拉科普魯表示,每次觀看神韻演出時,都有美妙的感受。 神韻演出對心靈,對頭腦來說總是美妙絕倫,帶來的是希望和更美好的未來。 2023年意大利將在六個城市舉行最少29場演出,歷時一個多月。 在過去幾年,神韻在意大利屢創票房計席,名氣遠播,循演規模逐年擴大。 在2023年依然未演鮮熱,多成的票售輕、爆滿,尤其高價票被搶購一空。 看過神韻的意大利觀眾上至高官顯貴,下到平民百姓,無不對神韻充滿敬意。 他們欣賠神韻超凡智勝的,現場效果和感化人心的紅大內涵。 往年的觀眾在街頭巷尾,奔走相告。 2023年的觀眾正在喬手期盼。 意大利多家頂級劇院以跟神韻合作為榮,每次神韻票房的火爆程度,觀眾的讚譽口碑,都叫劇院方感到欣喜自豪。 2023年,意大利前參議員、前歐盟文化委員會副主席羅帕托·龐皮說, 意大利很榮幸能舉辦這場令人著迷的新一年歐洲巡迴演出。 神韻帶來千年的傳統文化和非凡藝術。 意大利人權聯合會主席安東尼奧·斯坦哥表示, 我歡迎神韻回到意大利,他以其令人興奮的藝術, 向我們展現了古老中華文化的生命力。 意大利參議員、前意大利美大使朱尼奧·泰爾齊迪·聖亞加塔說, 神韻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法遏制的千年中華文化。 歡迎藝術家和神韻的所有參與者。 意大利政要伊麗莎白·詹柏佩·佩洛奧在河池中表示, 神韻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,能夠幫助我們基於良知,過著鞋和的生活。 而這種良知叫萬物,人類和宇宙得以生生不息。 神韻演出就是這種良知,和最終體現它會讓你參與到宇宙遺和運轉之中。 而這是萬物起源、萬物聯繫、萬物趨向的秩序原則。 這是任何人甚至暴力的中共政權都無法遏制的重要原則。 2023年4月17日為感謝神韻,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區議會主席等多位政要, 在歷史悠久的拉斯卡里斯公, 舉行了同神韻藝術團的高規格歡迎會面,想體受就要快。 這是意大利主辦方對當地觀眾的建議,演出的票房至開售以來持續火爆。 截至12月23日,6個城市平均出票率97.7%。 帕爾瑪、烏迪內的所有演出票已經受慶。 杜寧、米蘭的週末長次也已經爆滿。在觀眾的要求下,主辦方先後在杜寧、 米蘭和帕爾瑪三個城市加場,結果加場票再次被搶購一空。 以上節目內容,取材自《大紀元》記者麥雷意大利《米蘭》報導。 本次的《紳士國聽新聞》就到此。請記得訂閱、點讚。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,已加入《大紀元》的Patreon,也請大家多多支持。 farər式打,絹推薦至第⑤響구요。 請翻譯 nin cholaiser。 詳細,請多多支持。 爺度 forgiveness 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